这个男人抓起一只蜈蚣 直接一口咬了上去 只见汁水流得很是肥美 大强嚼得也是歌之香 如果不是为了学习降头术 和心爱的小美在一起 他才不会被关在满是毒物的房间 原来大强从小就暗恋小美 但小美却更喜欢帅气多金的阿明 在小美生日那天 大强掏出全部家当 送了小美一枚名牌凶针 随后邀请小美一起看电影 谁知小美还带来了阿明 两人刚坐上车 阿明就拿出朵玫瑰花 随后又拿出了整套的紫珍珠项链 这可把小美高兴坏了 当场就扑进了阿明怀里 完全不顾身后坐着的大强 回到家后大强借酒交仇 他不甘心心上人被人抢走 为了能够和小美在一起 大强撒谎骗母亲 说自己被顶级大学录取了 母亲直呼祖坟冒烟了 随后拿出了家里的全部存款 但他不知道大强是去学匠投诉的 临别时小美和阿明为他送行 就在他们聊得开心时 母亲也来到了机场 面对小美和阿明的询问 大强为了面子说是家里的保姆 随后大强来到了南洋 几经辗转他找到了胡子哥 但胡子哥说自己从不收徒弟 直接把他的行李扔了出去 但他低估了大强的决心 大强愣是在雨中跪了一夜 这份诚心最终感动了胡子哥 他说学习了降投诉 绝对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 大强一听满口答应 要成为一个降投师 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变得五毒不清 面对满是毒蛇毒虫的房间 大强吓得连连后退 但为了和小美在一起 他还是走了进去 经历了两个月的痛苦折磨后 大强终于熬了过来 开始和胡子哥学习降投诉 没想到大强天赋异禀 第一次尝试就效果显著 这让胡子哥惊叹不已 他对这个徒弟满意极了 不出半个月 大强就学会了他教的全部本领 这天卷发妹又一次找到胡子哥 原来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竹马并没有爱上他 胡子哥决定帮他下痴情将 因为大强还没有实战过 他就把这次任务交给了大强 随后大强雇佣了一个美女 刮了竹马一大把头发 随着大强施下痴情将 竹马再一次对卷发妹情根深肿 然而当大强回去后 却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